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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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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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感谢 学学学 我们都有 感谢观看 身在 感谢观看 但是 他就问 因为 自私 为众人 不失 那他得到功德大不大 那你就还他债 如果你对他这么好 他就快乐了 他一快乐就超度了 要么升天 要么去极乐世界 他就不会住在你身体里面 那你欠他的债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 大乘佛教的意义 一切为众生 没有自己 所以大乘讲空性 就是告诉我们 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没有太阳 我们能不能活 全冰死了 没有水可不可以活 全部都渴死了 所以没有父母 我们也不能活 一样的 所以能够让我们活下来的 都是我们感恩报恩的对象 所以我们要感谢医生 感谢国家 像各位身上穿的 可能鞋子是我们中国来的 带的眼镜是德国的 穿的衣服是法国的 化妆品更是法国的 吃的食物是香港的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活着 来着四面八方 就像我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跟我说 不能带一毛钱来 我说师父 那没钱怎么出家 你没钱出家 你才知道感谢众生 那我说怎么来 他说穿个内裤来 就真的 然后呢 然后就 我就来出家了 然后我就出家 然后他们叫我去做衣服 就我衣服做一做 哇那老板多少钱 没钱 我以为出家衣服 很便宜 那我就不敢拿 我师父说 我没有叫你去做衣服 你回到寺庙 那边很多死掉的 出家的衣服 你拿来穿就不穿了 你穿他们死掉的衣服 你不会还俗 有加持 我是这样长大的 所以我从一个 做事业有钱的人 从零 然后到今天 但我师父才跟我讲 那你要感谢 你看你喝一口水 也是别人给你的 你要这样去修空性 修无我 修绝对的感恩的心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你老公跟你在一起 终于生下一个 你爱的儿子 你要好好感谢你老公 哪怕就外面 再生几个也无所谓 没有你怎么为我这个儿子呢 你要想这个就好了 你要想 你怎么对不起我 那你痛苦的要死 所以我想坐过飞机 要感谢所有飞机上的人 不然你一个人抱飞机 你坐得起吗 是大家一起 然后感谢开飞机的 感谢空腹炎 感谢坐在隔壁的 所以我每次坐飞机 我都不睡觉了 超度大发挥 为活的人消灾 为他们身上吃的肉 殷勤在住超度 这样我就没有白坐一趟飞机 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所以更感谢空腹炎 更感谢一切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睡在酒店 感谢他们帮我们铺床铺 给我们水 给我们空气 信徒给我们出钱 这个观念很重要 随时感恩 当你不感谢对方的时候 你就在骂对方 其实我这句话 人一生气 这个恩就忘记了 所以喝人一口水 要知恩徒报 要永永远远地记住这个道理 而不能因为后面他对你不好 会把它切断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报恩 这些牌位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但是佛的功德圆满 慈悲圆满 但是佛的功德慈悲圆满 没有透过我们用心来念佛 诵经 那众生就得不到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我们佛教徒活着 有什么意义 来 一切诸佛的功德 跟受苦的众生 我们是连接点 当你嘴巴念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的力量给他了 当你用一杯水供佛 这杯水化为极乐世界功德水 让他们洗到就超度了 一块小小的饼干 我们拿来供养诸佛 佛加持这个饼干 变成甘露 让这些众生 你也想吃即解脱 闻即解脱 他闻到了他就解脱了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家睡觉 我明天用神通把你变到非洲的乡下 什么人都没有 房子没有 你开始度众生吧 这样就好了 你就开始一个人在非洲度众生 这个叫菩萨 菩萨如果不如此 他就不会成佛 从零开始 甚至非洲人要杀你 所以就像玄奘法师 要到印度取经翻译给我们 中间好几个阶段要被杀掉 玄奘法师是孤独的 法弦法师是孤独的 意境法师是孤独的 这些去替我们取佛陀的经典 翻译给我们的这些法师 死的更多活的没几个 所以我们才有一部经典可以看 所以各位你现在念一部新经 你都要非常感恩 所以要很认真的去读这个新经 那我们现在先替六道众生做供养 好不好 所以我再讲一次 一千亿美金 拿去世界做布施 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 那什么 佛是最圆满的功德 就像刚刚讲 你给你儿子一千亿美金 还不如供养你爸爸一块美金的功德 那何况是佛呢 佛是众生的父母一样 没有佛 那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 我先问各位 美国人可不可怜 美国人可不可怜 可怜 你不懂佛法不叫可怜吗 白来一趟 现在给你做最有权的人 最有权利的人 如果你没有归三宝 这个人可不可怜 可怜 那各位自己快不快乐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老公虽然不在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儿子虽然不孝顺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因为老公跟儿子 都不是你归一的地方 不然你会苦死 我跟你讲 漂亮 金钱 房子 都不是你依靠的地方 再漂亮的东西 都像前面的花 请问会不会坏掉 你也讲 靠山 山倒 靠水 水倒 靠老公 老公倒 你不要依靠 所以佛陀说 你依靠执着 你就会痛苦 你也讲 万法皆空 对了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没有一样 你可以依靠的 所以 依靠就是痛苦 唯有往内 开发你的慈悲佛性 这才是生命唯一的快乐 千万不要靠 像很多人说 我读博士 我很有钱 我权力很高 我很漂亮 我很有力量 用这样想要赢过别人 那个叫阿修罗道 那个就是竞争 每天在打仗 所以我想 一个修行人 他不去征服外面的人事物 你想 征服自己 感动对方 你唯有征服你自己 你才可以用慈悲跟智慧 去超度众生 这个叫佛 所以从今天开始 希望大家 我们既然要超度众生 要怎么办 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 不要再生气了 不要再骂人了 不要再起欲望了 师父 我很喜欢吃鸡肉 你很不慈悲 你吃鸡肉 今天的超度排位 所有动物通通跑掉 所以我们为什么 超度人不能吃肉 为什么大乘佛教不能吃肉 因为你要超度众生 你要是 你这个人有杀的心 你这个人有爱生气 那些鬼就跑掉了 他怕你 人怕鬼 鬼更怕人 所以你一定要变成一种 慈悲 不怕对方 你吃掉我都没关系 我就是要爱你 你才可以超度他 慈悲心才是超度的唯一方法 不是你念哪一个佛 念哪一个咒 哪一个佛 哪一个咒 如果你没有悲心 念出来就没什么意义 还不如放录音带 所以我刚才讲 佛的圆满的力量 能够帮助众生 是靠我们这一颗心 我们这种 无我的 平等的 报恩心 慈悲心 承担众生 痛苦的心 那这颗心 你念一句 奥密陀佛 他就超度 如果你没有这颗心 你把整本书都背下来 那也没用 因为心才是力量的所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这一份心 也愿意 但是你如何保持这一份心 那叫修行 修行就是说 不管碰到任何境界 你还是保持空性或悲心 这个叫修行 那当然你必须要经常念习 你不经常念习 虽然你知道 却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不生气好不好 太简单 问题是今天晚上你回去就生气了 还不简单 做不到 做不到 哇这是 你有一百个理由 我要生气 所以那修行 知道跟做到 那是天差到地 那为了要做到 那各位要 故意去磨念自己 那种痛苦的世界 你要去磨念 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师父知道 我放不下我儿子 虽然我可以放下我太太 但我放不下我儿子 所以 所以我的 师父就叫我打坐 他说你要好好想 你儿子怎么死的 被打死的 被火烧死的 被他的继父 伤害死的 你要一直想 想到 很痛苦 哭 然后想到不会哭 那就要放下 不然他跟我说 你出家 你还在想儿子 有用吗 你出家 还在烦恼 你漂亮的太太 有钱的太太 跟别人跑了 你更气死 因为我出家的时候 我 我 我太太 他们都不让我出家 结果我就找一个 出名的律师 等我决定要出家 律师 就骂我 你要干嘛 我要跟他离婚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你太太这么漂亮 然后条件呢 我就开始写 所有财产 动产 不动产 小孩子肩负权 都给太太 他说 嗯 这样可以 哇 你全部给他了 后来他问我 为什么要出家 他连律师费 都不敢跟我收了 他问我 为什么要出家 我把出家的道理 告诉他 我不是不爱我太太 我爱他这辈子 我更爱他未来是 我希望他将来解脱 我必须为我生下的儿子 负100%的责任 我必须用我的生命 做他生命的模范 就像我们爱父母一样 我们爱父母要超度父母 那出家是为了报父母恩 出家是为了报众生的恩 而不是享受一种自私的快乐 所以我刚刚跟我们几位 住在这边的出家说 你不要享受这边 空气不错 你会生病了 你不能享受这边的安静 鬼会来找你 他说那住在那边干嘛 好好超度 好好征服自己的烦恼 不能怕鬼 师父有一点怕 怕是怕你自己 要跟石头在 你家石头都不会怕 树也不会怕 为什么树跟石头不会怕 他没有一个我的心 他当然不会怕 那你会怕 那正好修行 那我们出家就是把这个怕 这个我消除掉 那你要借这个机会来修行 而不是出家在保护这个我 你干脆养石头狗 陪着你睡觉好了 那你这样就不叫出家了 出家就是做什么 念一下 生命战士 伟不伟大 他也伟大 对不对 不怕孤独 不怕穷 不怕苦 不怕热 不怕冷 不怕鬼 那我说要 那你去孤独 那这样出家才有意义嘛 而且让你知道苦 你才知道别人的苦啊 如果出家是一种享受 那大家都跑来出家 就叫没事干 对不对 所以我想 我今天这样说 我也希望 念一下 互相超度 对啦 我希望把各位给超度了 各位你超度了 那我们更有能力去超度众神 所以快乐跟痛苦 决定在当下的心态 也就是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态 或是一个慈悲的心态 你想清楚了 没有人对不起你 只有自己对不起自己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不是老公对不起你 不是朋友对不起你 不是太太对不起你 不是国家对不起你 是我们自己 你要自作自受 万法为心造 今天你得到快乐 得到痛苦 得到健康 得到癌症 是你的心制造你自己 不是神 不是上帝 不是佛 这是佛教 给我们最好的心态 所以我们的心创造我们的命运 叫一心创始法界 请问我们的心可不可以做佛 我们的心会不会下地狱 也会 你决定吧 如果你喜欢生气害人 你就在地狱了 如果你很喜欢慈悲 帮助众生 那你可能在菩萨成佛的境界了 所以我们的心就不断地在轮回 但是一心念佛 永不退转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心 在佛的境界 在极恶世界 如何让自己永远慈悲 不放弃众生 在家的痛苦 不退转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想 这个超度的功德 来自于我们人类的修行 而不是说 法师 牌位给你 交钱给你 你帮我超度 那法师倒霉了 交钱给我 我不卖给你了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是 大家合起来的力量 而且我们今天超度 也绝对不是很自私 超度自己的祖先 或是堕胎胎儿 这样还是自私 你一自私 功德就很小 超度的力量就很低 所以佛要我们念一下 发菩提心 超度众生 那所谓菩提心是 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 哪怕他做神 哪怕现在做总统 哪怕他下地狱 我都要对他的生命的 离苦得恶 负起绝对的责任 而且不依靠别人 我个人的责任 而为此来发 成佛的菩提心 来精进的修行 那这样你就有力量 超度 那如果你有这个力量 这样超度 请问这个力量 会像你堕胎胎儿 他超不超度 他会说 妈妈好伟大 他就超度了 对不对 哇 我爸爸好伟大 超度了 请问你这种伟大的心 你的爸爸往生了 你这个伟大的心 你爸爸会不会超度 超度了 哎呀我儿子真伟大呀 他就超度了 所以念一下来 一子发心 九弦七祖敬超生 所以虽然各位没出家 你发心就好了 这个发心不分在家出家的 观音菩萨是在家人 请问他有没有发心 发什么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叫发心 什么叫发心 把小小的自私的心 变成广大 无量无边的悲心 简不简单 简单要不要而已 不简单 这个世界 请问 从这边到南北极远 还是你你的心远 地球大还是你的心大 心大 心可以观想一望的地球 要是要不要 只是各位现在把心弄太小了 儿子 儿子 你在哪里 老婆老婆你在哪里 你故意把你的心 就把你弄得小小的 绑住那个地方 然后你越爱对方 对方越讨厌你 为什么 这个受力点小 压力大 你要是变成平等的爱 双方都没压力 所以你这么强的这种感情力量 仔细关心一个人 早也打电话给他 玩也打电话给他 睡觉也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睡着还拉起来 老公你爱我吗 所以因为你给他太大的压力 所以各位 众生皆有佛性 念一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这是佛讲的 佛成佛的心 跟我们凡夫的心 一样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只是我们把心用错地方了 我们把心用在往外求 我要感情 我要成功 我要金钱 我要升天 那你的心用错地方了 我们要把心拉回来 你也是苦海无边 你也是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你往外去求叫苦海无边 老公对我好一点 老板 加点薪水吧 儿子 你孝顺我一点 那你苦不苦 太苦了 但是 你照顾你的心就好了 不要把你的心 心肝掏出来 交给别人 然后再怪别人 把你心脏丢在地上 是你自己 找苦吃吧 如果你要把心肝掏出来 那可以 放在地狱里面 放在恶鬼道里面 那你不对他无所求 你只是希望他离苦而已 那你心里很平静 所以你也叫 慈悲无障碍 慈悲无烦恼 自私最痛苦 所以你会痛苦 是你自私 如果你慈悲 你就没痛苦 所以我再问各位 出家快乐 还是在家快乐 那我再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出家 是你不想快乐 放不下 也是借口 你现在去找信心法师 马上理掉 不用去福报 福报是自己 要不要有福报 当你生起一个悲心 就有福报了 当你放得下 就有福报了 你要放不下 你有一千个理由 放不下 还没有 我儿子还没长大 还没结婚 还没生孙子 不会吧 找我好了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 就是满七十岁的 都住在寺庙 叫如意聊 你就把家里放下 好好念佛 好好念佛 然后呢 每天念四字香的佛 吃饭自己出钱 因为你们有钱嘛 吃饭一个月 四百块美金 这是在台湾 不是没有四百 以前便宜 五十块美金 现在比较贵 他们自己付钱吃饭 然后他们天天念佛 这样 所以 那在家出家 随缘吧 那佛陀只能说 你会照顾你身体的话 你就可以出家 这样 如果你已经没办法 照顾你身体 那你就不方便出家 但是心可以出家 就好了 对不对 虽然你生病了 老了 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就出家了 念一下 心在极乐 对对 你不要把心放在家里 你要把心放在极乐世界 你念佛 帮助众生离苦 心快不快乐 快乐 你不要儿子孙子 儿子孙子 儿子孙子 那没办法 有些出家的还在儿子孙子 所以 前两天我儿子结婚 所有 我不在台湾 当然作为我儿子 我没有跟他联络 终于他长大要结婚 他第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他的爸爸 能够到现场 而且对我来讲 当然我认为 我没有直接跟我儿子联络过 我就透过别人跟他说 以做父亲的立场 我祝福你 希望你们婚姻快乐 但是以一个出家人的立场 我不能出现在那种婚 因为我不是你的父亲 在肉体上是 但是在身份上 我现在是个出家人 哪有出家人的儿子结婚的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理解 当然我过去的太太 更希望我回去 对不对 他到现在还没有放下我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不是被讨厌的那种人 所以 但是我只能说 就是希望他转化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缘分吧 我就利用这个缘分 回向给他 这样而已 但是我不能去执着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我回去 对他也来讲 对我来讲 都是个痛苦 我的心里又有一个 我有儿子 这个就对我是很大的伤害 当我有失心的时候 我就没有众生的想法了 因为我会 儿子第一 众生慢慢来 所以我想出家跟在家 是在这个心态的问题 就算你不能出家 但是你说世界第一 众生第一 其他随缘 那还好 但是如果你的儿子的 跟女儿事情 让你很心痛 让你放不下 那就是你要修行的时间来 为什么 你要想想 哪一天你要往生 你还放不下 请问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不会 然后再来 如果你放不下他 你死了以后 就跟着你儿子 请问你儿子会不会生病 保证的 为什么祖先 或是多胎胎儿 有没有超度 在你身上你会生病 因为他们还在生病 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家 都是生病死亡的 所以他生病死亡 如果他没有超度 他跟着儿女 跟着家人 他本来心脏病死了 儿子就会变成心脏病 他忧郁症 他的女儿就变忧郁症 这是祖先没超度 就会影响子女 各位这一定要记住 所以现在告诉你这个思想 你往生了 你千万不要跟在家里人身边 不然你虽然很爱他 想他 但是却伤害对方 而你自己也不超度 那请问要跟谁 跟占心性法师好了 让他超度你 对不对 或是自己到往生牌位那边报到 对不对 去坐在那边等了被超度 但是这个都是消极的 念一下自己超度自己 心想的阿弥陀佛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念阿弥陀佛 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念一下 信愿行 成就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 愿往生 哪怕念十句阿弥陀佛 可不可以超度 保证的 只是品位高低而已 如果你又做了很多功德 发菩提心 那你就品位很高 那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 因为你从极乐世界 再来这个人间 你永远不会堕落伤恶道 你会随顺因缘 度众神 因为你从极乐世界再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 你不会被这个世间污染 因为你去过极乐世界的人 了解真相 你对世间的东西 不会污染 就像现在给你几万房金 你都不会污染 那个东西只是暂时的方便 你不会被这个世间 多少钱 多少权力 多少爱情 所拉住的 你知道有钱不错 可以把佛法商盖好 可以做很多善事 但是没钱也无所谓 但是你不会因为有钱 而心脏快跳出来 很紧张 也因为钱不见了 而觉得很伤心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原来我的心有烦恼脆弱 所以我要修行 我要念佛 我要打坐 我要持重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撒一些米给那些鸟吃 你心情会变好 为什么 因为你开始去慈悲 这也是转化心情最快的方法 所以现在美国正在火烧山 然后很多人往生 动物往生 然后你要想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点一只香 把你这个香融入到整个烟里面 让这个烟变成一种功德 可以 你就撒几滴水 昨天讲学观音菩萨 把这个水往天空撒 观音菩萨加持 这个水会滴到火灾的地方 让它赶快灭火 好不好 把我们的功德 来 功德回向 三宝加持 风神雨神 赶快降雨 欧玥陀免 欧玉陀免 欧玉陀 欧玉陀 俗哈 请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是 他是负责趋下雨的 或是不下雨的 或请观音菩萨也可以 这个就是下语的声音叫观音甘露宗 观音菩萨在空中 各位常念 本来在三个月才要下雨 念一念变成三个礼拜就下雨 再努力念变成三天就下雨 这个要创造因缘 所以各位你要创造因缘 你不可能说我们今天念完等一下就下雨 还真厉害 搞不好有可能 如果各位发普利心 搞不好还没念就下雨 心可不可以改变世界 可以的 这是佛跟我们讲的最好的真理 所以心可以改变一切 你得癌症了 你不要伤心 你有惭愧心 又发起一个悲心 要为众生修行 你癌细胞会不会改变 就改变 所以心改变 夜报就改变 心清静 世界 夜报 众生就清静 但是如果你一直很烦恼 一直很 很有压力 你就加速你的癌细胞 所以各位永远要记住 这个人在生病 你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多给他快乐 多讲一些 让他心里能够放下的 慈悲的 他的细胞就改变了 所以改变对方 你要用心 而且加上佛的力量 所以再讲一次 这个世间 用三种力量改变一切 念一下 佛力 智力 法力 就是佛菩萨的力量 念佛 诵经 慈咒 供养佛 叫佛力 再来智力呢 智力就是你的 智慧的力量 慈戒的力量 慈悲的力量 都可以 自我功德力 什么叫法力呢 刚刚我们为了要祈祇 所以大家多布施水 多供养佛 这些对佛菩萨的供养 或对众生的慈悲 叫法力 不失钱 供养花 乃至去放生 今天很重要 今天农历十月初八 在我们中国佛教叫什么 来 放生功德日 佛陀涅槃日 今天是释迦牟尼佛 入涅槃 在中国佛教 叫佛陀涅槃日 所以佛陀功德圆满 入涅槃 那今天 禅门日诵 叫放生功德日 所以我们今天在 同享功德 来 斯里兰卡 救牛一百只 西藏青海 救牦牛一百零八只 在世界各地 广救各种动物 欧阿虎 以这个功德融入在今天里面 所以今天佛陀的涅槃 什么叫涅槃 来 痛苦的结束 所以希望所有众生都 激进涅槃 就是不再轮回了 不再轮回就是涅槃了 那我们大乘不是说死掉 一颗涅槃的心 叫空性 却去关怀众生的悲心 虽然去关怀众生 但内心永远在涅槃的状态 空性的状态 激进的状态 所以修行一定要修这两个 念一下 激进的心 大悲不退转的心 教修如此 请问观音菩萨 内心有没有激进 念一下 观自在菩萨 他内心平静自在 所以他才可以观世音菩萨 如果你内心乱了 你要去帮助众生就没能力 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 各位一定要让你的内心 内观得自在 体悟空性 所以内观自在 外观世间苦 这就是观音菩萨 所以各位要保持涅槃的心 激进的心 特别今天佛陀的加持 虽然我们讲激进 却是放生功德路 功德是普度众生 去救生命 有形的生命 无形的生命 所以各位虽然会吃素 但是希望你多助我一点 素食便当送给别人吃 好不好 送给人家 最好是出一食物 做个十个便当 十五个便当 送到有难民 有游民的地方 对不对 他们很感谢你的 或是我们在国外 台湾都是这样 在欧洲国家 我把钱放在那家素食餐厅 他们在外面写 我们有二十份免费素食 他们就可以给二十个人吃 看他们多少钱 但是我们吃素 也希望他们也知道 吃素的功德 为什么 吃一顿素 生生世世 不会战争 他不会参与那个地方 不吃一身药 他可以很久不用生病 要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这三种力量 再念一次 来 佛力 智力 法力 三利和合 圆满一切 那佛力代表菩提心的力量 法力代表慈悲心的力量 智力代表什么力量 空性的力量 没有烦恼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内心 能够在空性里面 而生起菩提心 而不一气大悲心 三利和合 超不超度 保证超度 那你就不要来问我师父 为什么我写牌位 还没超度 因为你没有用力 这个牌位是一个 像入场卷一样 让他有参加法会的机会 但是力量靠着我们大家合起来的力量 特别是我们越多人 力量越大 表示这边有五个人 不是五倍 那叫两倍 四倍 八倍 十六倍 三十二倍 这个叫等比真 所以又多一个人进来 又多了一倍 这样 合起来的力量 一起来回向 而且今天的法会 也不是光在我们美国佛宝山的法会 来 随喜世界各地 今日各项修行法会功德 所以各位要随时随喜 随喜 这个法会办过去了 未来即将办 过去已经办了 现在在办了 未来在办了 我们内心都随喜 普贤菩萨要我们有这个广大心 随喜功德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来布施来回向 好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于中仁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与死亡最有效的方式。 提醒您,只要符合目前开放接种顺序,并经过医师评估,就可以尽快接种疫苗,降低感染风险。 此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高年年长者若感染COVID-19,就予产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 为了保护家中长辈,请符合接种顺序的长者尽快接种疫苗。 如果是最近身体有状况或慢性病情不稳定的人,请在身体状况较稳定后再安排接种。 接种后7日内,请多观察长辈是否有接种部位或全身不适的反应。 如果症状持续或没有在两日内好转,请及时就医。 最后提醒大家,打完疫苗后,持续配合防疫措施,才能远离病毒威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